聽完了聚集槍 散彈槍教學後 大家還有沒有想聽其他槍枝的介紹呢 沒錯 今天要來介紹大家根本很少拿 看了不會想拿 拿了就想換 P2020 今天這部影片要顛覆大家的觀念啦 讓你成為APEXP2020推廣大使 想變成P2020或者P4040神手嗎 這部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後 GOGOGO 首先啦 我們要先從P2020槍枝的數值及特性來分析 這支槍到底好在哪 到底威勇值得你呢 我們先來仔細看他的模型 他又有輕巧的外表 內斂的子彈術 更有清明的槍聲 看這外表能不喜歡他嗎 看這稀少 但完全足夠使用的子彈攜帶量 你能不拿嗎 最後再聽他清明的槍聲 又好聽又清脆 我就問哪把槍可以用如此好聽的槍聲 接著我們來看他的傷害 如果爆頭的話 會有這25的超高傷害 打身體的話也會有18 我們再來看看這把手槍的射數 平均每秒就是3發 如果每顆子彈都能準確的射在敵人身上 那個傷害就是難以想像 這邊有個小尾遊戲可以練習手術 只要打到每分鐘180下 恭喜你 你已經進入P2020世界的門檻 再來我們來分析P2020的優點還有缺點 P2020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優點太多 優點就是沒有缺點 接著我們如果拿的P2020 會有好幾種戰術可以使用 我們就先講最常用的兩種戰術 第一種 敵人輕敵心理術 你手上拿的P2020 對手理所當然會覺得你非常的好對付 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拿P2020 他就會想要盡可能的接近你 但他往往想不到P2020的威力是如此的可怕 你拿著他就是戰術的一種 第二種 遠距離射擊術 P2020其實是可以遠射的 而且還很容易爆到頭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飄 你就會不小心爆到頭 就像這樣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實戰的畫面 來看看P2020的威力 到底多顛覆你的想像 嗚呼 一個破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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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還有一個人呢 全 smile 別走 你在家的破甲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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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物 Merci 很呆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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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P2020到底强不强 通常关键在于用的人强不强 对我来说真的很强 又痛又可以随时修正准硬 又可以节省子弹 我只能说P2020真的很香 捡到追点更是直接封神 快入P2020教 教主要在这边宣导各位 P2020在什么 点知有魅有